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电视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为什么日本会有这么多地震和海啸 习近平的混乱信息让投资者感到不安 对中国持谨慎态度 中国工人的招聘薪资创立使最大降幅 美国和菲律宾在中国紧张局势下进行新一轮海上演习 台湾外交部长谈及即将到来的选举所面临的风险 请大家收看 为什么日本会有这么多地震和海啸 华盛顿邮报 由于位于四个主要构造板块之上 日本特别容易发生地震 该国每年经历约1500次地震 地震活动大约每五分钟记录一次 日本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带上 这是一个乘马蹄形的区域 全球约80%的最大地震和海啸发生在这里 该国对地震活动的广泛经验 以及应对地震的先进技术 导致人们普遍认为受影响的人数比其他国家多 习近平的混乱信息让投资者感到不安 对中国持谨慎态度 彭博社 中国政府在安全和经济方面发出的混乱信号 让投资者对在中国开展业务越来越谨慎 习近平主席一方面试图吸引外资 同时又在加强对商业环境的控制 以确保自己的权利 这导致了目标的冲突 让投资者感到困惑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监管机构出台规定限制游戏内消费 并禁止激励更多游戏时间的机制 这导致腾讯等公司市值蒸发了800亿美元 但随后当局解雇了该国游戏监管机构的高级官员 并表示可能会重新审查这些规定 与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商业领袖的对话表明 北京在安全和经济方面发出的混乱信号 正在让投资者更加谨慎 地方官员将增长放在次要位置 以避免政治失误 这导致去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两个官方指标 创下了历史新低 许多高管对在中国的处境越来越感到焦虑 因为中国正在向更加极权主义的环境转变 中国工人的招聘薪资创历史最大降幅 彭博社 中国主要城市向工人提供的工资 出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大下降 表明该国持续存在通缩压力和消费者信心疲软 2023年第四季度 38个中国主要城市新员工的平均工资下降了1.3% 至10420人人民币和1458美元 与去年相比 这是连续第三个季度的下降 也是自2016年以来的最长下降期 北京的工资下降了2.7% 广州下降了4.5% 这些数据凸显了中国面临的通缩风险 以及对该国增长前景的负面影响 它还表明 由于收入前景不确定 家庭推迟了购房 房地产市场面临挑战 中国的消费者信心仍然较低 自2022年的新冠疫情封锁以来 情绪几乎没有改善 美国和菲律宾在中国紧张局势下进行新一轮海上演习 彭博社 菲律宾和美国在南中国海展开了为期两天的海上演习 此举发生在与中国持续紧张关系之际 演习包括通过演习 交叉甲板演习 联合巡逻和固定翼飞行行动 此次活动是继两国于2021年11月恢复联合巡逻之后进行的 菲律宾在与中国在有争议水域的争议中 加强了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如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房屋关系 台湾外交部长谈及即将到来的选举所面临的风险 经济学人 据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 中国正在前所未有的干预台湾即将举行的总统和议会选举的民主进程 吴钊燮表示 中国一直在进行军事威胁、贸易操纵和网络战等活动 以影响台湾选民 他警告称 如果中国的行动成功 可能会对全球经济繁荣产生重大影响 并破坏世界各地民主国家的共同价值观 特朗普在爱荷华州高居共和党对手之上 引发了激烈的争夺第二名的战斗 华盛顿邮报 据爱荷华州的政治老手们预测 唐纳德 特朗普有望赢得共和党总统提名 尽管这个州在历史上经常出现胶着的选举结果 但许多共和党人相信基本结果已经确定 尽管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比他的竞争对手更加低调 特朗普的支持者被鼓励在党团会议当晚出席 以满足民意调查所设定的高期望 一场比预期更为激烈的竞争仍然可能改变选情 但支持特朗普竞争对手的共和党人 已经开始接受失败的现实 其中一位支持者表示 我只是觉得没有办法突破这个难题 东南亚国家联盟对摩根大通和花旗银行来说 比中国更具吸引力 日经亚洲 根据Dealogic的数据 2023年 投资银行从为东南亚客户提供债券和股票发行咨询服务中 收取的费用 比为中国公司进行国际交易 提供咨询服务的费用更高 这反映了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热门IPO市场 以及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需求的低迷 原因是北京加强了离岸上市的监管规定 总体而言 亚洲除日本的投资银行收入从2022年的112亿美元 下降到2023年的83.6亿美元 突然的解聘暗示了习近平对中国军队的悄然改革 纽约时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将9名高级军事官员 开除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立法机构 此举被认为是习近平打击人民解放军 PLA腐败和不端行为的行动的一部分 特别关注从事武器和军事基础设施开发的机构 习近平此前曾对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腐败 展开过备受关注的运动 但在人民解放军方面 目前的运动没有得到官方承认 观察人士指出 这些开除行动排除了一些习近平长期以来的盟友 表明这是一次有针对性的打击 旨在对军火行业进行控制 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开发计划 在过去几十年中得到了大量投资 被认为特别容易受到腐败的影响 这些开除行动将会延缓新武器和设施的推出 以便对其进行潜在缺陷的检查 目前尚不清楚 这一审查是否扩展到2022年 习近平任命的高层领导团队中的官员 印度尼西亚的世界最古老的金字塔 一项研究引起了怀疑 纽约时报 印度尼西亚的巴当山已成为一场 关于其起源的国际争议的中心 一些考古学家认为该遗址是一座休眠火山 已被人类使用了几百年 而其他人则声称 它可能是由一座未被发现的古代文明建造的 Netflix的纪录片系列《古代启示录》 展示了地质学家的研究成果 该地质学家后来在一份国际科学期刊上 发表了一篇文章 该研究最具争议的结论是 巴当山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字塔 因为它最深的一层 看起来是人类在27000年前雕刻而成的 然而 考古学家表示 这个结论存在问题 因为它没有基于实物证据 该研究的主要作者 地质学家丹尼·谢尔曼·纳塔维德贾亚表示 它被误解了 它的支持者 包括英国记者格雷厄姆 汉考克 认为考古学家应该更加开放地 接受挑战学术正统的理论 巴当山位于印度尼西亚的万龙市附近 挖掘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 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西洛 邦邦邦 尤多约诺于2014年访问了该遗址 并声称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史前建筑 印度表示 俄罗斯石油进口下降不是由于支付挑战所致 彭博社 印度石油部长哈迪普·辛格 普里表示 由于货物折扣不具吸引力 印度炼油商已减少从俄罗斯的石油进口 普里否认 进口下降是由于支付相关的挑战 而是由于炼油商愿意购买的价格所致 印度是亚洲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之一 自莫斯科入侵以来一直是俄罗斯石油的重要买家 然而 由于支付问题和制裁加剧 上个月从俄罗斯的进口量降至202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星巴克推出两款单类菜品 以提升其30亿美元的食品业务 彭博社 星巴克正在扩大其食品产品线 以提振下午业务并推动增长 这家咖啡连锁店将在其永久菜单中增加一款鸡肉 枫糖黄油和鸡蛋三明治 以及一款土豆 切打奶酪和细香葱烘烤食品 并推出一款季节性的香草豆腐丹麦面包 星巴克此前曾试图通过饮料销售更多食品 但面临高价格和冷食品的投诉等挑战 然而 在截至10月1日的一年中 北美公司经营的门店的全天早餐销售额增长了20% 达到30亿美元 现代汽车预计由于利率上升影响需求 销量增长将放缓 彭博社 现代汽车公司表示 由于较高的利率降低了全球对汽车的需求 其销售量增长将在2024年放缓 该汽车制造商计划在2024年销售424万辆汽车 这将比其2023年全球销售量增长6.2% 然而 这个目标远远低于其最初的目标 即增长9.5% 由于投资者预计 美国将降低利率以刺激需求 该公司的股价上个月上涨了10% 现代汽车的附属公司奇亚 预计在2024年全球销售320万辆汽车 北京将如何回应马尼拉对南海交的计划 南华早报 据分析师称 马尼拉批准在南海争议岛礁上建造永久性建筑的资金 不太可能导致该地区的全面升级 然而 中国警告称 如果菲律宾继续与美国在该地区挑衅 它将有许多计划作出回应 上个月 菲律宾国会拨款建造争议岛礁上的永久设施 重新引发了北京和马尼拉之间关于第二托马斯交的紧张局势 并引发了北京方面的强烈谴责 欧盟将世界最大的钻石矿商列为对俄罗斯战争制裁的一部分 美联社 欧盟已对全球最大的钻石矿业公司阿尔罗萨 及其首席执行官帕维尔 马里尼切夫实施制裁 作为其在对抗俄罗斯战争中的坚定承诺的一部分 阿尔罗萨占俄罗斯钻石产量的约90% 其在欧洲的资产将被冻结 而欧盟公民和公司将被禁止向该公司提供资金 预计阿尔罗萨将继续通过其客户向欧洲市场供应钻石 欧盟已从1月1日起禁止进口 购买或转让俄罗斯非工业天然合合成钻石以及钻石珠宝 加拿大必须面对现实 中国现在已经关闭了商业活动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不应指望与中国的前景在短期内有所改善 这是因为种种原因 包括对中国政治稳定性的日益关注 以及北京对商业数据的控制日益加强 西方还需要更加努力地阻止印度的民主制度与中国结盟 加拿大需要紧急合作 以实现更大程度地融入印度经济 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特别是在全球对加拿大的关键矿产和能源资源需求增加的情况下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近的新闻 首先 我们探讨了日本为什么会经常发生地震和海啸 这是因为日本位于四个主要构造板块之间 地震活动频繁 而且 日本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带上 这是全球最大地震和海啸发生的地区 所以 日本经常受到地震和海啸的影响 不过 由于日本有广泛的地震经验和先进的应对技术 所以 受影响的人数相对较多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中国政府对外界发出的混乱信号 对投资者的影响 习近平主席一方面试图吸引外资 同时又加强对商业环境的控制 这导致了目标的冲突 让投资者感到困惑 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中国工人的招聘薪资也出现了历史最大降幅 这反映了中国面临的通胀压力和消费者信心不足 这些问题使得中国的经济前景变得不明朗 让企业家们感到焦虑 然后 我们谈到了菲律宾和美国在南中国海进行的海上演习 这次演习发生在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紧张关系持续加剧的时刻 菲律宾在与中国争议水域的争议中 加强了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房屋关系 这次演习是两国于2021年恢复联合巡逻后的又一次合作 接着 我们谈到了台湾即将举行的选举面临的风险 台湾外交部长表示 中国正在前所未有的干预台湾选举的民主进程 进行军事威胁 贸易操纵和网络战等活动 以影响选民 他警告称 如果中国的行动成功 可能会对全球经济繁荣产生重大影响 并破坏世界各地民主国家的共同价值观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特朗普在美国共和党内的地位 根据爱荷华州的政治老手们的预测 特朗普有望赢得共和党总统提名 尽管这个州在历史上经常出现交注的选举结果 但许多共和党人相信基本结果已经确定 特朗普的支持者被鼓励在党团会议当晚出席 以满足民意调查所设定的高期望 然后 我们谈到了亚洲投资银行收入的变化 根据Dealogic的数据 投资银行从为东南亚客户提供咨询服务中获得的费用 比为中国公司进行国际交易提供咨询服务的费用更高 这反映了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热门IPO市场 以及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需求的低迷 原因是北京加强了离岸上市的监管规定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中国对军队进行的悄然改革 习近平主席开除了9名高级军事官员 这被认为是对人民解放军腐败和不端行为的行动的一部分 观察人士指出 这些开除行动排除了一些习近平长期以来的盟友 表明这是一次有针对性的打击 旨在对军火行业进行控制 这些开除行动将会延缓新武器和设施的推出 以便对其进行潜在缺陷的检查 最后 我们谈到了印度尼西亚争议的巴当山 一些考古学家认为这个地点是一座休眠火山 而其他人则认为它可能是由一座未被发现的古代文明建造的 关于这个问题出现了一些争议 这表明考古学家需要更加开放地接受不同观点 并基于实物证据进行研究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摘要 我们一起回顾了地震 投资 薪资 海上演习 选举 特朗普 投资银行 军事改革和考古学等各个方面的新闻 希望这些资讯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 现在 我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看法 请在留言区留下你的问题和意见 我期待着和大家进一步的交流 感谢观众们的收看 我是六博士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